最近一个时代结束了 那么新时代的来临呢 令我和大家一样 没什么感觉 咱们小时候看到热血方刚的昭和男 觉得哇太酷了 长大了以后呢 看平身帅哥 嗯男神的 那到了令和 属实猛汉 属实猛汉 看来我这个老年儿童啊 已经快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 那么作为令和时代 硬和脱根之后的第一期节目呢 就让我这个平成少年 来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平成起点 假面骑士空我的传奇故事 中间呢 当然会夹杂着空我全系列真骨雕的产品啊 然后结尾也少不了 喜闻乐见的老李火车弹的时间 那话不多说 咱们节目开始吧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那几年呢 可以说是文化产业的黄金年代 动画这边有EVA 有双宝贝 包括国内呢也有西游记这样的佳作 特设这块有平成加美拉三部曲 电脑黑魔 迪加乌特曼 再到游戏里的鬼气光环 电影的黑客帝国 指环王等等等等啊 各个行业的制作公司呢 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可以说是一个精品辈出的年代 那么既然是世纪的更别 东映也终于决定 继续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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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沉寂已久的假面骑士系列重生 因为自从Black RX放送完毕之后 长达十年之间都没有新作的TV版 观众可能都快将这个系列给遗忘了 而空我的企划呢 是从1996年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因为过程当中啊 考虑的事情太多 导致到了98年 仍未想出新奇事的完备方案 毕竟那个时候不是现在这种快三时代啊 制作人们呢 还是比较细心的 那么就在这进展缓慢之时呢 一位资深特赦宅的出现 打破了僵局 他就是空我的总制片人高四成绩 就是这位萌大叔 制片人呢 是整个剧组的大领导 有权决定影片从内到外 从小到大的一切事物 反正是都得听他的 可以说是贯穿全片的一位人物啊 对于空我的整体构成 影响非常显著 空我背后的制作团队非常的庞大 每一位工作人员呢 都缺一不可 但如果把编剧啊 导演演员这些 全部都介绍的话 考剧和编撰的工作量呢 实在是太过巨大啊 老李区区一人 确实力不同心 毕竟孤寡老李嘛 对吧 所以呢 这里就着重呢 介绍一下空我这个立项时期 起到至关作用的这一位制片人 这个很长的創作 連続創作 最初から最后まで筋道 没有了解 这一位制作 谁是谁是谁 早在小学时代高四参加奥特之母的想象图比赛就获得了优秀奖 从小就深受特赦文化影响的他 上大学那会儿就更加的是放飞自我了 与学校一帮特赦迷们组建了名为怪兽同盟的特赦圈子 就类似于咱们这边的社团吧 这是多少中国特赦迷梦寐以求的事啊 没有什么是比带着一帮众二青年在女生宿舍楼姐喊 AmazonAmazonAmazon更爽的事了对吧 接着呢在86年大学毕业之后 喜欢特赦的高四便加入了东南娃 加入公司一年以后呢就开始了假面骑士Black的拍摄 事后从90年开始担任各个作品的制片人 那么作为一名真特赦宅呢 对于特赦肯定是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啊 同时对于骑士系列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所以说对于作品的质量自然是有着相当高的追求 而且呢他也非常的明白啊 那个时候骑士需要打破的是什么 昭和最后的Black RX虽然创下了很多个第一 比如第一个黑色的骑士 第一部拥有反派骑士的作品 第一个拥有续作的作品 还有呢系列最年轻的男主 很多创新的设计为以后的骑士系列奠定了基础 但在参与制作Black的期间呢 高斯在想 就这 嗯这样的程度就要新了吗 不过又是换了一个造型而已嘛 对吧 作品的内核不还是昭和那一套吗 并非是应应时代而变成了新的东西 从这番访谈获得的资料中呢 可以看出高斯心中对于现状的不满啊 以及对于系列革新的渴望 所以当高斯开始挑起空我这个重担时 当时首要的目标就是 改变观众对于假面骑士的认识 并借此呢去扩大儿童节目的宽度 增加假面骑士的受众 说白了呢 就是脱离系列一直给人的这种低龄印象 甚至在选角的时候都直接跟主演小田签让说 我说让啊 我想拍出无视儿童节目继承印象的新作品 咱搞点事吧 让叔听了高斯大佬一期话之后决定 那就还多说啥呀 搞吧 那时间时间可以给我答案啊 这个破坏确实是搞出来了 而且搞得非常漂亮 平成开山之作于2000年1月30号开始播放 最高呢创下了日本11.2%的收视率 甚至在2002年获得了日本多媒体部门的幸运奖 成为了唯一获得过此奖项的简面骑士作品 那顺带一说啊 其实还有一部大家非常熟悉的TV版特赦 在98年也获得了这个奖项啊 他也是一位超古代战士 更巧的是呢 他也是系列中唯一一个获得此奖项的 所以说呢 那个年代的作品啊 真的是打了鸡血 观众的反响 给予了作品最大的肯定 空我成为了不少观众的入坑作和童年阴影 高色的风格呢 简单来说 就是不以商业娱乐性作为最终指标 而恪守现实性 通过细心雕琢每个部分的细节呢 来让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但架构部分啊 我们留到结尾再扯 现在聊聊视觉方面 也就是倒爷快乐雕环节了 对于最近几年极致色彩的骑士来说 强奸审美已经是皮套设计的基本态度 可以说是你看你也尬 你剁你也麻 但咱们冷静的想想 东映难道就不知道这东西它很尬吗 他当然知道了 对不对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啊 在我看来呢 这个新十年的这些骑士啊 无论是洗脑的音效 还是突破想象的造型 为的就是让观众能够记住 如今是信息爆炸的快销年代 一个新梗被创造出来 可能只需要十分钟 甚至是几个评论弹幕啊 而流传开来呢 只需要半天的时间 比如最近某C字打头的这个篮球选手啊 疯狂刷屏 而过了两个星期以后呢 可能就被大家所遗忘了 所以东映现在设计皮套的时候 需要一个绝对爆炸的特点 我感觉远古啊 现在也快往这方面发展了 总之呢 就是让你想忘都忘不了啊 但正因为现在 这些连真相定律 都挽救不了的皮套设计 才让我们越发的怀念以前 简单 质朴 而不是美感的造型 大家如今看到的空我 可以说是经历了无数费案之后 才提炼出来的 他第一次把假面骑士 从以往的改造人设定 变成了超国代战士 虽然说设定有了变化 但依旧呢 遵循着骑士系列的传统 头部还是以昆虫作为造型元素 但相比昭和系列 它的线条更加的锐利明朗 让造型看起来非常协调 也更加符合当代的审美 全能形态 上半身是烈火一般的红色护甲 肩甲胸甲包括手腕部分的花纹 都有种神话古典的味道 而红色铠甲上金边的点缀 以及上面写满的超古代文字 让它多了一份神秘高贵的感觉 属于空我皮套设计的一个点睛之笔吧 腰带部分则在保留昭和风格的基础之上 把科幻与古典风格相互融合 把不为人知的超古代神秘感 拿捏的恰到好处 而下半身可以说是简约到了极致了 就是在一条黑色紧身裤上 加了一个护膝和护脚踝的部分 护甲部分的颜色 跟主体的上半身相呼应 全能形态的整体造型 非常的协调稳重 没有任何突兀的地方 作为一个基础形态来说 是一种百看不厌的设计 而且财专币对于这款真骨雕的细节 也是处理的相当用心 黑色部分是细腻的磨砂消光 而红色的铠甲也是相当的精致亮眼 那么唯一可惜的是 现在真骨雕的价格 比白仓老贼的心情还飘忽不定 出道即使巅峰的蝙蝠怪人 也抹杀了很多玩家入坑的念头 反正老李现在已经是 收真骨雕已经完全是随缘了 面对着混乱的市场 深深感觉到身为玩家的无力 那么下一款 是我回SHF坑的第一款产品 升华全能 别看现在的真骨雕 细节牛逼 还原度爆表 在六寸领域威震四方 但早些年 SHF1.0的时代 产品素质还是有那么点不尽人意的 各方面的素质都不能算太高 加上那几年 骑士作品的风格也不太对我胃口 所以说我大概是从 10年到16年这段时间 属于一个基本退坑的状态 直到某天 从贴吧上看见真骨雕出空我了 这才回了坑 因为现在的SHF 相较之前的进步是过于的夸张 所以拿到货的时候 真的是兴奋了好一会儿 升华全能 相较于普通全能的特点 一目了然 就是给各处护甲 多镶了一圈金边 然后右腿多出一片护甲 在剧中是起到了一个 核爆梯的效果 增强了梯极的威力 经过一番扯淡 蒙混过升华全能的介绍之后 就到了杨教授 秀一森塞的 Double电击版 精益全能 通身的主色调为黑色 身上还有不少的金色 作为点缀 所以在玩具圈里呢 它有个外号叫黑金空我 这也是剧中五代第一次变化为黑色的形态 全身黑色所带来的神秘感 与出生的白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登场的时候还是非常惊艳的 空我变身的每个形态 身上的古代文字都会产生相对应的变化 比如升华全能象征着火之力 精益全能就象征着雷之力 可以用双腿使出核爆踢 双背的力量 双背的享受 一直踢一直爽 虽然说是换色重途 但是这款也没有辜负粉丝们的期待 全身上下这种黑色 尤其是胸甲部分的哑光质感 都是非常出众 而且全身幽黑的配色 相较于全能形态 也更加突出了身体上的肌肉线条 同时精益全能 也是真骨雕空我这四款里 唯一一款啊 不那么海底房的 实手难得 相信大家对于白茫茫的大地上 那场歇斯底里的悲壮战斗印象深刻 一边痛苦无奈的哭泣 一边则享受暴力的狂笑 直到视野被鲜血染红 九郎月的这场战斗 绝对可以称之为 特色作品里经典中的经典 作为最终形态 九九空我 在外形上一改之前 几个形态的圆润风格 身体上加入了多处尖锐的凸起 把其他形态的铠甲感 彻底蜕变成了强烈的生物感 我们在究极形态身上 看不到熟悉的超古代文字相边 全而代之的是化为脉络 流动全身的金色线条 身体上两种颜色的线条互相交织 营造出了一种类似血管的即视感 搭配上四肢的尖刺 让究极空我有一种狂消的气场 但这种嚣张的造型之上 并没有用力过猛 把主角的皮套搞成反派 对于尖刺元素的尺寸 以及整体的弧度把握 还是相当克制的 并没有太过夸张 而破坏掉整体的美感 依旧是显得非常协调 而与之对立的古朗基的设计风格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作为超古代战斗民族 他们的造型不同于改造怪物之类的 更像是被赋予动物属性的人形战士 皮套设计风格偏向野蛮 甚至往身体上加入了兜当部 虽然说光着钉的样子 有点喜感吧 但兜当部在日本文化中 却是战斗与力量的象征 跟相铺历史一样 古朗基这边的设计 就是为了突出一个猛字 跟空我简洁有序的造型设计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零号作为古朗基之王 在造型上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个名号 在一众深色为主的古朗基小弟之中 零号的白色显得尤为突出 而且身上的配饰也是极为华丽 在手脚部分跟究极空我一样 也长有四根尖刺 但相比于空我 零号这个尺寸明显是表现的更加狂气 而零号身上这些线条 也并非是空我的那种脉络状态 而是从裂开的骨骼当中 透出的生物肌理 本身它的身材就很壮实 再加上骨骼表面裂开的效果 这种造型给人感觉 就好像无穷的力量 从身体上涌上来 强大到把外骨骼都直接撑爆了 有种势不可挡的力量感 再加上它身上这些华丽的金色装饰 这种王者君临的霸气就营造出来了 一黑一白 一善一恶 一个收敛克制 一个张扬狂气 两者在视觉概念上非常的相近 但细节却处处对立 对于意境的表达堪称完美 作为模型来说 表面的涂装以及质感的处理 也足以让人称道 零号通身的白色并非是纯白 而是在其中夹杂了一些黄色的效果 这样的旧化处理 就使得整个外甲 看起来像极了略微风化的骨骼 而表面凹凸不平的效果 以及消光的处理 诠释出一种尘封多年的厚重感 进一步加强了作者 想表达的超古代战史这一主题 无论是圆形还是模型 这都是一款非常精彩的作品 空我的形象 对于旧十年骑士观众的影响 是毋庸置疑的 就像星战里的达斯维达 七龙珠里的悟空 奥特曼中的初代 对于老观众来说 这些角色的造型 已经烙印在心中了 所以说在看其他作品的 皮套设计的时候 肯定是有一部分 先入为主的情怀因素在里头的 但是每一位观众 对于外观设计 肯定是有着不同的理解 所以我也非常想听听 骑士的新观众 也就是新十年入坑的观众们 对于空我皮套的设计 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 大家可以一起挖掘出 更多假面骑士 在视觉设计中的魅力 那么作为平成起点 空我在视觉上的创新 首先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而真正让粉丝们津津乐道 让这部剧成为经典的 是其世界观众包裹的人文内核 没关系造成设计中的 让人大臣隣で 掲示版本部で彩っている人たちが もうすぐ隣にいるんだけども ジャリバン、ジャリバン という方をされていましたし 明らかにニュアンスとして 下のもの 自分にとってみると 思考のもの 史上のもの 一番好きだし 不忍耐其他人 要不要做任何人 要做任何人的 媒体做好 就越来越难 但也许是 阿拉川和美西田 也许是 都会有同样的思想 国内豆瓣评分9.5 日本Sakuhin Database上位居首位 无论是国内还是日本 其实不止于骑士系列 空我是整个特赦门类当中 评分最高的作品 粉丝之间的口碑相当爆炸 但是有不少系列的新观众 尤其是年龄较小的朋友 经常说 看不太懂啊这个 不知道讲的啥呀 为啥大家都吹这个空我呢 这一点也就导致了老粉丝跟新粉丝 因为成人像这个问题经常纠结 其实在我心里 空我属于全年龄像 但偏向成人 那么这个所谓的成人像 到底是打哪来的呢 并不是剧中有什么恐怖啊 暴力的镜头所导致的 这部片子并没有任何观众年龄的限制 成人是空我所表达的情感 低年龄的观众是不太好理解的 咱们可以回想一下 在学生时期看空我的时候 只看到主角一次一次打败了反派 最终守护了大家 然后就全聚中了 对吧 而制作人想表达的最核心的部分 基本上是体会不到的 到了长大之后 回过头来看 我们可以理解到温柔的五代 在每场战斗中的悲伤和无奈 可以感受到每个分级中 作者向观众传达的信念 震撼人心的并不是什么大场面 恰巧是那种能真实到 把人轻易带入的人情冷暖 勇敢又负有责任心的一条警官 不断触发空我心的形态 通宵解读古代文字的英子 为了大家的未来 而牺牲与自己孩子相处时间的夏天一生 咖啡店里亲切的老爹 立志要当演员的奶奶 对自己的职业价值感到迷茫的教师 甚至是沉迷于古朗基的中二青年等等 剧中的每位角色塑造都是那么的鲜活真实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其实跟我们一样 只是想努力的活着 守护身边小小的幸福 你能在这群人中找到自己跟身边人的影子 就好像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整体偏慢的叙事节奏 加上简洁真实的人物描写 替腻的故事表达 以及偏向生活化的剧情 巧妙地迎到出了一份成年人才能体会到的感触 而在这完整的人物和世界观之上 塑造最为成功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毫无疑问就是那位永远有着坚毅的眼神 充满气势的动作 溢立于教堂的火海之中 为了守护大家的笑容 而战斗的五代雄界了 热血战斗是假面骑士一直以来不变的主题 虽然战斗在空我中的戏份不算太多 但拳拳到肉的打斗 以及骑士历史上最炫酷的摩托战 都足以让人热血沸腾 上述的这些组成 已经让空我成为了佳作 而在此基础之上 制作人想带给观众的独特感想 让这部作品再度升华 在以往的热血项作品中 主角一般都是一往无前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的 总是在说 加油加油努力努力 坚持就会成功 作为一部常规的热血作品 传达这样的理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如果看得太多的话 可能就有点神美疲劳了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为了 拉完的piece奋不顾身的 很多人像漫画里的主人公一样 努力过坚持过 但现实却并不漫画 因此我们经常有迷茫的时候 甚至说一直都在迷茫 现在所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 这条路能不能走得下去 现实中的困难阻碍 让人确实极其不安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不应该硬着头皮往前冲 而是先暂停一下 稍作休息 等回过神来 再继续平稳的前行 在日本的影视作品中 尤其是特色作品中 想传达这种理念的作品 还是比较少见的 相较于一往无前的王道热血 空火可以说是一种成熟的热血 虽然本质上 还是可以说它是一个鸡汤 但是这一锅 不是给你硬灌进去的 而是不急不躁 慢慢包出来的 乐品就越有滋味 在有限的时间内 完整描绘人物心理的演变与成长 并通过剧情引导观众的思想 走向从未达到的地方 这种触碰现实 又把骑士精髓展现得如此到位 正是空我的魅力所在 它让特色片摆脱定势 成为了一部开辟时代的作品 我相信无论在哪个年代 如果制作人拥有贯彻自己意念的骨气 对咱们观众来说 都是最幸运的事情 身在浮躁的社会 我们总会因为现实的利益 跟各方面的压力 而失去了初心 毕竟身处此地 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抗力吧 但是呢 我相信总有一天 因为某些契机 还能把它回想起来 自己曾经忘却的东西 再找回来不就行了 毕竟五代的笑容 从来没有变过不是吗 只要竖起了大拇指 又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呢 如果累了 就休息一会吧 然后继续启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就是想要做的 我就是片段的笑容 很酷 那有趣的 我只是想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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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真的想要做的 只要做的 我真的想要做的 我真的想要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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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